我覺得目前來講說政變可能還太早 但是說有政潮或政爭 我覺得可信度蠻高的 因為目前來講 就不說從韓戰以來 至少是從改革開放以來 現在是跟美國衝突最大的一致 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 他強調的是韜光養晦 任何事情基本上不跟美國起大的衝突 現在來講跟美國起的衝突可以說是很大 而且貿易戰跟軍事戰最大的不同就是 現在就算跟美國軍事上發生衝突 可能都會還會有一些國家 包括俄羅斯等等 說不定在形式上還會跟中國 站在一邊趁機攫取它的利益 可是貿易戰 中國現在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會站在中國的這邊跟美國一起貿易戰 這個沒有任何利益 就算是歐洲 現在歐洲跟美國關係相對比較緊張 可是歐洲跟美國 在跟中國的貿易態度上來講 可能歐洲跟美國還是比較接近 歐洲一樣對中國的智慧財產權 傾銷這些問題 歐洲跟美國在這方面是更接近 所以中國在面對跟美國貿易戰的時候 他發現幾乎沒有朋友 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站在他的這邊 甚至連幫槍都沒有 那我們如何去看 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情 真的有些人好厲害 央視竟然出現黑衣人入境 我們三億也不可能有出現黑衣人入境 你知道嗎 那種鏡頭我們錄的都咔掉 對不對 為什麼會讓黑衣人入境呢 這個可能就代表他的宣傳部門 可能已經有出狀況 因為央視新華社這個是正部級 他每天的新聞新聞稿 怎麼播放 那個都是要經過政治局一定成績的 那為什麼黑衣人會入境 所以黑衣人會入境 有可能就是 他們發現有不適宜的內容 這個內容已經擋了 不准播 結果還是能夠繞過重重的問題 還是出現了主播的前面 就要在他被播出來 像全中國人民播出來之前 寧可冒著被大家績笑 被大家懷疑的這種風險 也要直接就給他弄起來 不然直接切掉是更難看 所以代表他的這個問題 恐怕不是三言兩語 可以等先試之 說新華網竟然現在在登 幾十年前華國鋒認錯的文章 你知道嗎 華國鋒的問題 華國鋒其實 他在毛澤東過世之後 曾經一度是中共中央 眾望所歸 兼具國家領導人 黨的領導人的第一人選 但是華國鋒當時 他主張的是局部的現代化 跟美國關係比較緊張 反而是鄧小平認為 跟美國要逐步開展四話 所以跟今天這個情況 又有一點接近 那接下來會怎麼變化 你看 所以華國鋒當時給大家启示 就是他是被迫 就是說被辭職的 華國鋒數十年來是幾乎不提的 幾乎鄧 江 胡 時代 幾乎沒有人記得華國鋒這三個字 現在突然出現 似乎有提醒大家就是說 過去也曾經有一個這種 強調意識形態 也是全票通過 也是所有的領袖被辭職 我覺得這當然不一定說 習近平就一定會這樣 但是也提醒說 中國共產黨 也不是沒有這樣子的歷史 那個華國鋒7月11號 新華網這個舊新聞 為什麼熱潮 就是諷刺習近平 因為他當時 他那篇文章是說 華國鋒有犯了三個錯誤 一個就是他出去巡視的時候 封路 習近平現在也是封路 去上海 高架橋都不讓你走 大家怨聲載道 第二個 華國鋒當時坐了椅子 被人家拿到博物館 當成典藏 習近平也是 習近平在開雞吞體 杭州開雞 他那個椅子 也被當地政府放到博物館 就供起來了 第三個 習近平做過的 對 做過的 第三有正能量 第三個就是 下值 第三個就是華國鋒 他當選之後 去修祖墳 那現在這個習近平的父親 習仲勳的祖墳 也被擴大 很大 跟那個清朝大鈴木一樣 所以就是拿華國鋒 來批評這個習近平 以鼓來玉京 那最近這個剛剛講過 很多莫名其妙的 什麼中央電視台 中央電視台一定都預錄的 怎麼忽然有個黑衣人出來 就是故意讓他出錯 所以我猜個話 據說他們的北京中央電視台 播新聞也不是現場 對 他是有delay幾秒鐘 發現不對馬上看 對 然後你看那個7月9號 這個人民日報 所以說這近年來 習近平上來之後 第一次的正版的標題 沒有出現習近平 反正出現誰 李克強 所以大家就懷疑 李克強是胡錦濤的人 那最近還傳出 我們看到這是他的 七個政治局常委 我現在大概介紹一下 這習近平大家都知道了 李克強 李克強是胡錦濤的人 總理 總理 汪洋是副總理 也是胡錦濤的人 最近這兩個人一直被提起 對 不然李克強到德國去訪問 還算滿成功的 因為大家都認為李克強是比較理性的 比較理智一點 對不起我插謊話 今天網路上周圍遊行了一句話 中國叫做一號休息大海領軍 一號休息就是習近平下台 大海領軍就是汪洋上台 對汪洋 汪洋是海 那汪洋跟李克強都是胡錦濤的人 那當然 趙樂際是比較沒有什麼派系的 那再來就是 栗戰書是習的人 那王滬寧 就是我們剛剛等一下講的 王滬寧是歷經三朝 這等一下會再介紹 再來就是韓戰 韓戰是江派 所以這七個人裡面其實胡的人 占了兩個 那我們現在看就是說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呢 為什麼這些輿論網路一直在燒呢 主要就是習近平 他最近不是中美大戰嗎 對 那什麼他要稱帝啊 說什麼 結果香港的多維媒體 就說 哎呀 習近平其實是想要韜光養晦的 是下面的人誤導了習近平 誤解了習近平 亂報 媒體亂報 那媒體是誰管的呢 媒體就是這個人 就是王滬寧 他管媒體的他現在是中共中央書記处第一書記 也是擔任過現在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從2002年就當過這個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所以他是從江澤民時期胡錦濤到習近平 歷經三朝號稱三朝的這個國師 那他是這個大學教授 復旦大學教授出身的 那王滬寧現在變成背黑鍋了 比如說我習近平要斷尾求生 王滬寧你看 就是你 你把媒體誤導了我 結果你們現在大家要罵我 不是我的錯 是王滬寧的錯 所以王滬寧可能要被殺了 但王滬寧我講的殺不是真的把他殺掉了 就是下台 但王滬寧也不是省油的燈 我歷經過三朝 那我的現在我們知道習近平上來之初 第一個把這個江澤民的人馬 幾乎給把整個的審數掉了 把郭伯雄翁徐才厚 然後也把胡錦濤的人馬也處理掉了 現在他為我獨尊 現在變成怎麼樣 現在反而變成說 胡派跟江派又團結起來 要把習近平怎麼樣 要對他認為你的很多處置失當 所以說好 那現在王滬寧因為他掌管的是媒體 才會有這麼多媒體的反撲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媒體的 很多反常的現象 包括你看那個潑墨 潑墨的事情 這個董瑶瓊 事件不斷的燒 因為網路跟媒體都是王滬寧在掌管 說前面人畫像全面撤除 因為這個事情 對 所以說變成說 你看這個像劉雅東 就是他開了第一槍 中國科技日報的總編 他說我們說厲害了我的國 他說他告訴大家 其實我的國也不厲害 他會誤導 本來以為說劉雅東會出事 就是他的新聞也是一直 所以表示什麼 習近平想拿王滬寧開刀 因為王滬寧是主管媒體的 王滬寧現在就結合了胡派跟江派 用媒體來反撲 就變成是媒體 你看然後媒體現在都在說 現在媒體都在罵誰呢 媒體都在罵這兩個人 一個就是蔡奇 一個就是王岐山 這兩個是習近平的好哥們 蔡奇也是副總理 負責這次對美談判的 就是說因為你不會談判 所以造成了這個習近平 世人不明 然後王岐山也是習近平 打貪腐的最大的一個 左膀右臂 現在是國家副主席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就看起來就是 習近平他現在的 面臨到內部的逼宮 越來越明顯了 這個中國我們真的是 學問太大了 看不懂 結果大家在講說 因為人民日報很奇怪 過去兩個禮拜 過去一個禮拜有兩天 習近平從沒有出現他的名字 這在過去沒有過 因為一版通常都是 習近平占很多名字 結果大家一質疑以後 哇 人民日報又出來了 全部都習近平 這表示他又控制住了 請大家看一下 人民日報 7月17的 說這個是習近平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習近平 這個是習近平 然後這裡又有習近平 光一個版 有四個習近平 我覺得台灣的報狀 這樣應該不會出來了 我想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你知道我們媒體圈 有一些 有一些蠻資深的人 他們後來就移民 就是直接把工作 就是移到香港 或者是中國去了 然後他們在當地 變成那個電視台 當地電視台的 簽約的新聞評論人 那我知道有幾個人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前輩們 那他們最近的講法是說 言論的控制是越來越緊 也就是說 中國的內部是有變化的 否則不會越來越緊 就過去他們可以評論中國內部事務 當然立場上面當然是要 是要政治正確 但是至少是可以評論的 但是最近的狀況是 連中國內部事務都不能評論 所以他們現在在幹嘛 他們現在每天都在講國際新聞 對 那我覺得那個 他跟我描述的狀態 可以透露出 中國內部是有一些勢力 在做一些 可能要跟習近平的勢力對沖 那習近平也當然知道 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所以他控制的力道是加強的 否則不會使得原本前幾年 其實去了好幾個這種新聞評論員 簽約的 那可以評論台灣事務 反正就是罵台灣 然後你可以評論中國裡面的事務 你可以吹捧 但是通通不能評論 你只能講國際 譬如說講足球 講歐盟 那請教一下 他們跟他們簽約是前一年嗎 我不清楚約的內容 但是就是變成說 費用高不高 還蠻高的 就等於說移民過去了 多少 幾十萬吧一個月 我相信應該有一個月 一個月應該有幾十萬 畢竟他是放棄了台灣原本的工作 然後整個過去搬過去 那罵台灣罵得很兇嗎 看人吧 對 但是立場上面一定是要更多 政治政治是必要的 你在台灣看某一個台的節目 跟在大陸看那個鳳凰台的 其實來賓都差不多 講的也都差不多 才鳳凰台嗎 就是包括 因為鳳凰台最多 我常看到都是鳳凰台 就是台灣的評論 那些名嘴 跟台灣的名嘴就同一批 那就特定電視台 我就不講哪一台 然後就講的都差不多 但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在大陸有看中央電視台 因為有時候去大陸 沒有什麼好看的 電視就只能轉中央台 就真的就是在歌頌 然後歌功頌德 然後歌功習得 習得豐功偉業 但是相反的 我也要講就是說 因為其實中共一直以來 從毛澤東時代以來 大家都覺得毛澤東是強人 但是他也不是一直強 如果你從毛澤東 從他建國以來 他也是時間一陣子以後 可能因為某些政策 然後就會被批判 然後就會消逝 然後又再起來 所以他是上上下下 所以習近平也是一樣的情況 你知道習近平找王岐山打攤 聽說共產黨員就打了一百多 還是幾百萬 就是他打了幾百萬的共產黨員 然後當然幾隻大老虎 大家都比較有名的 就像什麼徐才厚 然後波熙來 這些大老虎大家都知道 但除了這幾個大老虎以外 一兩百萬的共產黨的小老虎 大家都是了解 所以這些被打了 小老虎有沒有希望可以反撲 一定有 所以之前有個新聞 就想去年 為什麼習近平在修憲的時候 要把國家主席的任期給他修掉 有人說是習近平想要擴缺 但我覺得倒不是他想要擴缺 他只是想要 像這些反對勢力講一件事情 原本 因為過去中共的觀念是兩任十年 十年後就換黨執政 不好意思 讓你們知道一件事 老子我習近平 有可能一直做下去 所以你們不要想反撲我 他那個動作 其實是有點像他黨內的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他黨內有反對勢力 所以他要讓他的反對勢力知道說 我可能會一直做下去 所以你們不要來碰我 但是反對勢力 畢竟他 因為即便連毛澤東都不可能那麼穩固 所以包括像今天最近的美中貿易戰 所以習近平他的地位 他在政策上如果他做得不好 或者是有被批評的時候 他這些反對勢力 有可能就會趁機的集結 然後透過某些方式去試探 有沒有辦法去突破這個網 但是至少我目前看來 如果想要 因為習近平畢竟不是一般等賢之輩 所以你想要因為這幾個小破洞 就想要 就是讓他有機會怎麼翻身 因為包括有媒體都在評論說 是不是中共有什麼換黨或是換人執政的可能性 至少我看來是補這個顆粒